各位有缘人,在视频开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衣着整洁的人,和一个衣着破旧的人同时向你搭话,你会更想和谁说话呢? 其实,服饰不仅仅是个人品味的体现,它还映射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穿着打扮直接关联到我们的情绪,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运势和机遇。 衣着实际上是内在状态的一种外在表达,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着装变化,我们可以窥见其内心的状态。 想象一下,当你在街上行走,远处走来一个人,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会说是对方的衣着和颜色,我们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穿的衣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甚至行为。 比如穿上礼服时,我们会不自觉地保持优雅的姿态,穿上西装则会显得更加干脸。 而穿着破旧的衣服时,心情可能也会变得沮丧,而穿上高级精美的服装,则可能感到自信满满。 服饰的选择和穿着方式,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个性,情绪状态和生活方式。 它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更是一种自我表达和社交信号。 穿着得体,整洁的服装可以提升自信,改善他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甚至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 因此,选择合适的服饰,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己,提升生活质量和社交效果。 裹衣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展示,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会因为穿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际上,衣服远不止是一种简单的穿戴。 它能够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 曾经有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穷困潦倒,酗酒试赌的街头流浪汉。 他的形象邋遢,衣着破旧。 实验者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形象设计师为他改造形象, 将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 实验小组随后对他进行了持续的追踪, 惊奇地发现。 一年之后,这位曾经的流浪汉竟然改掉了坏习惯, 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事业也步入了正轨。 当媒体采访他时, 他回答说, 穿上西装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真正的自己。 这个实验表明, 穿上充满能量的服饰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 物质实际上是由意识和能量构成的。 如果你能够合理地运用物质的能量, 就能够吸引更多的物质, 同时也能改善自己的情绪。 从本质上来说, 衣服也是一种能量, 它是我们外在能量场的一部分。 衣服的能量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 而是取决于材质、颜色, 以及你赋予它的情感。 得体的服装和打扮能够让你一出场就惊艳众人。 因为服装能够增强人的气场, 这就是服装给人带来的气场, 而强大的气场能够进一步增强人的能量。 我们可以说, 好的服装对人来说也是一种形象上的加持, 再配上一张善于表达的口才, 以及一颗坚毅自信的强大内心, 你就能在任何地方自如地行走。 服装不仅仅是外表的装饰, 它还能够影响我们的心态和行为, 从而提升我们的整体形象。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 在评论区留下一定多穿漂亮衣服, 一件充满能量的衣服, 应当是简约、干净、令人心旷深意的。 这种衣服的选择基于你对它充满欢喜和感恩的态度。 例如, 纯棉的衣服虽然价格不高, 但其品质天然优良, 穿着舒适。 穿着这样高级的衣服能让人心怀喜悦, 感到自然和谐。 当你珍惜和尊重自己的衣服时, 衣服也会以饱满的能量回报你的愉悦。 衣服是一种辅助, 它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和舒适感, 但它不能取代我们的内在品质。 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衣服, 既不忽视它, 也不过度依赖它。 衣服的数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质量和它给你带来的感觉。 拥有良好能量的衣服能够加持你, 让你更加自信和舒适。 你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别人对你的看法。 服装具有能量, 新的衣服带有一种新鲜的能量, 给人以活力和新鲜感。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购买新品, 而是要学会如何将旧衣新穿, 更新衣处, 选择经典款式的配饰非常必要。 比如白色衬衫, 黑色靴子, 棕色缝衣, 以及牛仔素色打底衫等, 通过将旧衣服与新的衣物, 鞋子, 包包, 头饰和首饰等饰品进行搭配组合, 可以创造出全新的能量。 穿上充满能量的衣服, 人的感觉和气场 都会有所不同。 小时候, 过年穿上新衣服, 总是特别开心。 这就是穿新衣患新颜的道理。 如果衣服不再适合现在的你, 或者已经过时, 而你又舍不得扔掉, 还在想着将就着穿, 那么衣服的作用就不再是衬托你, 而是在消耗你的能量。 高能量的衣服意味着整体搭配是和谐的, 比如一条围巾可以有多种搭配方式, 一件白衬衫也可以反复叠穿, 创造出不同的风格。 最重要的是在重复的搭配中找到新的亮点。 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富有魅力, 你需要接触高能量的服饰来改变这一切, 选择那些能够提升你气质和自信的衣物, 学会如何通过搭配来展现自己的个性。 记住, 服装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但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通过精心挑选和搭配, 你可以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 准确判断一件衣服是否具有高能量特质,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外观美感。 首先, 这件衣服的外观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 人类潜意识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无限的。 在人类的意识能量等级中, 当能量等级达到五百分以上时, 意味着这件衣服本身设计得很美, 这无疑证明了它凝聚了设计师伟大的创意和灵感。 即使只是看到这样的衣服, 也会提升你的能量等级。 如果你能够驾驭这样的衣服, 它将助你实现心中的愿望。 二、制作工艺。 我们需要关注服装的制作工艺, 包括从面料的选择到针脚的精细程度。 简单来说, 这就是匠人在制作过程中投入的心血和专注力, 甚至与他们当下的心情有关。 如果匠人心情烦躁或沮丧心不在焉, 那么他们可能无法制作出一件完美的, 充满诚意的作品。 三、穿着这能量。 如果某件衣服曾被一个能量等级很高的人穿过, 那么这件衣服的能量也会随之提升。 当你穿上这样的衣服时, 你会感受到一种被负能的感觉。 这种能量传递的概念认为, 高能量的人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接触, 提升周围事物的能量水平, 包括他们穿过的衣服。 因此, 选择这样的衣服, 你不仅是在选择一件物品, 更是在选择一种能量的传递和提升。 例如, 许多服装品牌在请到大明星代言后, 销量会大幅增长。 这实际上就是名人赋能的结果。 如果你看到一个各方面都不如你, 或者态度十分消极的人穿了与你同款的衣服, 这件衣服的能量等级可能会立即降低, 你可能会因此再也不想穿这件衣服。 选择服饰时, 要考虑衣服的颜色。 实际上, 每个颜色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和能量, 只要我们将其巧妙地运用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包括空间配色和个人穿着, 就能为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生活变化。 例如, 红色通常代表热情和活力, 能激发人的活力和勇气, 蓝色则给人以宁静和稳定的感觉, 有助于放松心情, 绿色与自然和谐相关, 能带来平衡和恢复的能量。 黄色代表乐观和创造力, 能提升人的思维活跃度, 紫色则常常与神秘和智慧联系在一起, 有助于激发人的内在智慧, 选择与自己当前需要或心情相符合的颜色,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天地之间的能量, 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情绪状态。 古印度传统中将人体分为七个主要的能量中心, 称为脉轮。 这些脉轮位于身体的中轴线, 从下至上, 亦自为海底轮、生殖轮。 太阳神经丛轮、心轮、猴轮、眉心轮和顶轮。 不同的颜色对应不同的脉轮和五星能量, 对人的情绪和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 绿色对应物代表与他人连接的能力, 也象征爱与和谐。 在五行中, 绿色与肝脏相对应, 代表着生长和发展, 含有清新自在的感觉。 对于情绪起伏较大或希望调和人际关系的人而言, 绿色有助于平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黄色在脉轮中对应太阳神经丛闻, 代表自信与才能。 在五行中, 黄色与脾胃相对应, 代表人的思考力, 具有凝聚的力量, 常被用来提高财运, 增加赚钱的机会, 通常财运旺的人。 散发的气场颜色也呈黄色, 红色在脉轮中对应海底轮, 代表生命力和本我。 在五行中, 红色对应火, 同时也与心脏相对应。 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色彩, 可以丰富我们对生命的热度, 增强行动力, 也可提高自己在工作上的活力。 白色在五行中对应肺部, 同时也与金的能量相联系。 它给人纯洁, 单纯和天真的感觉, 可以为我们带来心情上的快乐和顺心如愿。 金色在五行中也未金, 是一种相当闪耀, 亮眼的富贵色彩, 可以说是众人眼中的焦点。 它可以为自己增加诠释和吸引力。 银色同样在五行中未金, 是一种富贵色彩, 具有优雅和稳定的气质。 喜爱银色的人常拥有吸引人的魅力, 而银色也可以提高贵人运。 黑色在五行中未睡, 是一重充满神秘感的色彩。 由于黑色的能量长比较低神, 建议选择亮黑色, 以走出好运。 蓝色在脉轮中对应后轮, 代表沟通力和表达力。 在五行中, 蓝色未睡, 是一种独特的色彩, 带有信仰和宗教的意义, 能够协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 紫色对应顶轮, 代表超脱和慈悲。 它是一种高能量的色彩, 常与智慧和灵性联系在一起。 五行中属于火的颜色, 如紫色, 带有神秘感, 能够提升个人魅力。 它是蓝色和红色的融合, 兼具了这两者的能量, 象征富贵之意, 可照来贵人运。 有助于思考和创造, 咖啡色在五行中属于火和土的混合, 具有让我们放松, 舒缓压力与疲劳的效果, 同时增加元气。 成色同样在五行中属于火, 是一个相当抢眼的色彩, 总是带给人意外惊喜, 充满欢愉和喜悦。 若觉得生活太平淡, 可以尝试使用。 除了选择合适的颜色, 我们还应该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衣服。 乱扔自己的衣服可能会带走身上的灵气和能量, 尤其是那些穿过后的旧衣物, 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扔掉。 有时甚至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从而影响一个人的运势。 对于我们不穿的贴身那衣裤, 可以用水洗一遍。 因为水能滋养万物, 具有清洁和净化的作用, 那衣裤在丢掉之前可以减掉, 以防止被他人不当使用。 外穿的衣裤同样, 可以用水洗一遍, 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一下, 让衣物中的灵气和能量散发出去, 之后再捐赠出去。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旧衣服回收点, 将补穿的衣物捐出去, 让其发挥最后的价值也是一种行善的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不仅能够清理自己的空间, 还能帮助需要的人, 同时传递正能量。 人和天地是一体的, 我们古人讲究天地人三才, 讲求天人合一, 我们的衣着应该与天地相呼应。 如今, 大部分鞋子都是橡胶底, 这种材质的好处在于可以防水, 但它也有对人体不利的一面, 那就是不接地气。 地气通常指的是大地本身所蕴含的能量和气息。 在传统文化中, 大地被认为是生命力的源泉, 与人类健康和福祉密切相关。 例如, 在某些城市,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天气预报显示犹豫, 但实际上病没有下雨, 只是感觉天气很闷。 而周边的山区却真的下雨了。 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现代天气预报主要是基于空气的温度、 湿度、 风向等因素来预测天气。 这仅仅是天气层面的分析, 没有考虑到地气的影响。 在传统文化中, 天气的变化被认为是天地阴阳二气, 相互作用的结果。 只有当地气和天气的阴阳之气相互作用, 达到一定的条件时, 雨才会降下。 如果天气预报没有考虑到地气的影响, 就可能会出现预报不准确的情况。 地气的因素, 如地表的温度、湿度、地形等, 都可能对局部地区的天气产生重要影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在老房子住, 发现地面突然变潮, 之后一定会下雨。 这个比喻通常很准确, 因为这众潮就是地气上行所致。 人体的设计是为了适应地球这个能量场。 人体和天地的能量场运行是同步的, 天气和地气对人的身体都会有影响。 人的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接收地气。 脚下有一个穴位, 名为永泉穴, 顾名思义。 这个穴位就是接收涌入体内的地气的地方。 相对的, 头顶还有一个百慧穴, 这里是天之阳气汇聚的地方。 通过这两个穴位, 人体能够与天地之间的能量进行交流, 从而维持身心的平衡和健康。 现在人们普遍穿着胶皮底的鞋, 这种鞋子会隔绝地气的传导, 导致人体无法有效地接收地气。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 在大城市睡觉的话, 即使睡眠时间足够, 醒来后仍然会感到疲乏, 人的状态很浑神。 而如果在山间或乡村中, 哪怕睡眠时间短, 休息也会很好, 感觉十分清爽。 这是因为如今城市到处铺上了水泥, 隔绝了地气。 在自然界中, 白天阳气运行为主, 晚上睡眠时阴气运行为主, 如果地面铺上了水泥, 将地气全部隔绝, 人体吸收不到足够的来自大地的阴气, 就容易造成不太理想的睡眠质量。 住在高层楼房久了, 人常感到虚发, 烦躁, 心神不宁。 而如果离开高层, 到乡下的老院子, 哪怕是呆上一小会, 就感觉人不飘了, 如同心落下来了, 这便是人体接收到了大地的能量, 也就是接上了地气, 地位土, 脾位也熟土, 在高楼住很久, 离地面太远, 体内便会土气不足, 脾位功能就会不好, 说到脾位不好, 还要牵扯到食品问题, 尤其是蔬菜, 现代农业中, 蔬菜都是激素催出来的, 在土地里生长的时间很短, 自身的土气不够, 人长期食用这些快速生长的蔬菜, 也会影响自身脾胃的功能, 城市的格局, 食品的质量, 我们没办法改变, 我建议大家在平时准备一双传统的老布鞋, 不要像胶地的那种, 有时间就换上, 到地上去走一走, 这样有利于人体接受地气, 自身也会感觉舒畅一些, 现代人的特性就是生活太复杂, 压力大, 欲望多, 到大街上一看, 皱着眉头的居多, 眉目舒展得太少见了, 眉间是人体能量场的汇聚地, 也是一个接受来自于天的能量的地方, 怎样才能舒展开顶轮和眉间轮呢? 不妨从穿一件宽松的衣服做起, 穿着紧身的衣服, 很难有身心舒展之感, 为什么现在提倡穿汉服? 你穿上汉服, 只要觉得自己自如了, 你必定是端身正义, 有了坦坦荡荡的气场, 衣服是能影响人的心境的, 而心境会影响人接受外界的能量, 因为你是什么能量厂, 就接受什么能量厂, 此所谓同气相求, 许多女性在夏天为了凸显身材, 会选择穿着较少的衣服, 尤其是陆旗庄, 如果在办公室还开空调, 含血容易入侵, 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女性的生殖系统比较消耗能量, 也很脆弱, 如果透支阳气,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导致妇科疾病, 甚至不孕不育, 因此, 我建议大家平日做住的时候, 可以拿一块毯子或披肩护在腰间, 或者用一个垫子垫在后腰的位置, 这样可以起到防护作用, 故守住自身的圆阳之气, 防止外泄侵犯, 万物都有磁场, 磁场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不同的形状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气场, 例如一幅描绘牡丹、 天仙、凤凰的图案, 会散发出一种喜庆和吉祥的气场, 使人们愿意接近并想要拥有这幅画, 相反, 如果画的是妖魔鬼怪、 骷髅头, 或者是凶恶的动物, 就会让人感到紧张并躲避,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储存着吉凶的信息, 使用吉祥的元素会带来吉祥的结果, 使用凶恶的元素则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我们生存在天地之间, 身处大自然, 每时每刻都在与周围的能量场交互, 穿衣不仅是为了遮盖身体, 更是一种与外界环境互动的媒介, 通过穿衣, 我们可以更好地接收天地能量, 达到身心灵的平衡, 穿衣是要了解天时地理人和, 使身心舒畅, 与天地和谐共生, 穿衣不仅是关于美观和时尚, 更是一种心灵对话和生态融合, 理解天地能量, 积极生活, 我们就可以在穿衣中感到舒心畅达,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愿我们在穿衣中感悟天人合一的奥秘, 更好地享受生命的丰盛, 感谢观看,